我们最后做一个统一的总结 这个统一的总结呢 是我们之前 大约有的那种 就是那个不使用任何框架开发 所有的这个最后总结 就从一开始开发接口开始 到最后我们有好多安全措施 结束 我们先回顾一下开发哪些模块 及模块的完整流程是什么 我们先做一个大体的一个回顾 我估计讲这段时间前面的好多的知识呢 大家可能有一些也已经忘了 然后又到了哪些核心的知识点 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讲完之后 我们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肯定就是那些知识点吧 对吧 这些知识点如果是学完之后没有印象 那就白学了 最后呢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课程一开始讲的这个 soro端和前端的区别 这一块我们再去回顾一下 它有什么区别 以及我们正要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讲完了 这个不用框架开发的soro的代码了 那就是所有的需求啊 设计啊代码案例都讲完了 讲完之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之前提到这个soro和前端的区别 之前说那么重要 我们到底在讲的时候 是怎么体现这些区别的 好 我们先看一下有哪几个模块 主要是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处理ATP接口 这是我们开发工模块 第一个模块 处理ATP接口 然后里面有哪些东西 比如说处理路由啊 处理Message的方法啊 处理TAS啊 Cookie啊 Quarrie啊 这些等等是吧 然后连接数据库 我连接数据库是我们讲的第二部分 就是如果去连接MySQL 实现登录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部分 就是从学习Cookie 学习Session 以及学习Redis 连条还学习了Inks的配置 等等这些 对吧 然后安全是我们讲的第四个部分 就是我们讲一下安全的措施 对吧 讲了XSS攻击 讲了SQL注入 讲了密码的加密 然后日志是讲的另外一部分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应该是 体会到日志的一个重要性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如果是机统没有日志 相当于人没有眼睛 对吧 然后我们重点讲了这个 如果通过Norda.js的Stream 就是流 来去实现这个写入日志的方式 以及通过ReadLine 去分析日志的方式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上线 上线我们这个最后一代一起讲 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 两大部分需要讲 就是上线之前 还有两大部分需要讲 所以说我们 就是我们现在回顾的是第一大部分 对吧 当然这个五部分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大部分 大部分就是我们现在讲完的是第一大部分 课程开始到现在讲完第一大部分 然后我们还有讲第二大部分 第三大部分 分别使用框架来做 然后第四大部分是上线 这个我们最后来讲 不要着急 流程头我们这儿简单看一下 这个就基本涵盖了我们之前课程中 讲的所有的模块 比如说浏览器 浏览器去访问服务端 右侧整个这个曲线就是一个服务端 然后服务端一开始应该是一个 NX的反向代理的 就是我们在讲的连销的时候讲的 应该反向代理的遇到什么情况下走静态的文件 遇到什么情况下走接口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是吧 然后这里面呢 比如说日志记录 我们讲过对吧 记录日志文件 以及日志文件的拆分 日志文件的分析 以及怎么去记录日志 这个我们都讲过对吧 然后路由处理 路由处理这个其实就包括 路由处理包括什么 pass的识别 query的识别 cookie的一个 cookie这个还不算 cookie这个是算登录的 method的识别 就是所有的这个 attp的处理的方式都在这 对吧 然后再是什么 再是这个登录交验和用户信息 登录交验用户信息呢 这一块 涉及到cookie 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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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redis的一个 调用 对吧 这块我们还讲了 为什么要用redis 以及redis和后面的mycycle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场景 对吧 后面的是数据处理 就是我们讲那个controller的部分 对吧 controller 我们的路由和controller 为什么要去分开 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 controller的部分 连接的是mycycle对吧 mycycle这个连接到底是怎么做的 以及还有一部分没有画出来 就是那个安全那部分 安全那部分呢 它会贯彻到我们从前到后的所有的区域 比如说cycle注入 会涉及到mycycle的一个数据库的问题 然后那个xss攻击呢 可能会涉及到前端的一些问题 然后密码 就是密码加密呢 可能涉及到一个数据泄漏的一些问题 对吧 好 这就是整个流程图 我希望大家能 比如说我们课程结束了 通过这个图呢 我们能看得出来最后 学到的是什么东西 以及呢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知识点 核心知识点 我们总结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 etp处理 就是donalds怎么处理 ettp 处理路由 以及这个怎么去连mycycle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用假数据做的吗 就是先处理路由 先处理ettp 然后先返回假数据 后来是连了mycycle 才返回这数据 是吧 然后就是登录的一部分 就是cookie session redis index 反向代理 这是当时连条 是需要做的 cookie是什么 session是什么 session和redis怎么去结合 为什么要用redis redis和mycycle有什么样的区别 什么样的情况下 适合用mycycle 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合用redis 以及index反向代理 在这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用index反向代理 然后cycle注入 XX攻击和加密 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安全预防的措施 这个我们前不久刚讲过 然后日志 stream 为什么要用stream stream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如果不用stream 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性能瓶颈 这个我们当时是很重点的强调 以及这个日志在系统中的作用 就类似于我们人类的眼睛 是吧 这个我们强调到很多遍 然后crown type 这个我们说过 可以掌握 也可以了解 它是一个定时拆分日志的一个工具 后面readline 它是基于stream的 逐行分析的一个工具 可以用来分析日志 对吧 其实呢 还有一些线上环境的一些知识点 只不过线上环境的一些 我们刚才说过 线上环境的一些 以及怎么去发布上线的这一些 我们在最后的一张会来讲 所以说这儿呢 我们先留一个疑问 大家先不要着急 OK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所有端情绪的区别 我们之前讲过 五个区别 第一个呢 是服务单稳定性 服务单稳定性呢 我们这还没有讲 因为它是属于线上的一个环境 对吧 所以说我们最后来讲 这个呢 大家先等一等 我们最后来讲 然后内存CPU的优化 和扩展 我们想一下 当时强调我 对吧 所有端需要考虑 内存CPU的一些优化和扩展 前例是 所有端的内存和CPU 永远不够用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客户去 或者说用户去访问这个所有端 所以说你看的内存挺大 8G 16G CPU什么几何的这些 多少合资的 都不够用 都不够用 因为用户太多 都不够用 所以说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就是不够用了 我们要优化 对吧 我们优化一会 说不然就够用了 然后再这样的情况 通常就是 怎么优化都不够用 那我们只能去扩展 对吧 我们要保证能扩展 别说优化完了之后 都够用了 人家扩展不了 扩展不了 还得重构 这样就很麻烦了 对吧 大家想一下 我们体现这个的地方是什么 第一个优化这个地方 我们是通过什么 通过Stream的一个方式来体现的 就是写日制的方式 我们说过 不管是网络Io 还是硬盘Io 还是文件Io 它都是一个什么 一个性能瓶颈 对吧 它会耗费大量的CPU 和大量的网络带宽 以及内存 所以说我们用Stream来做 用Stream来做 它就可以将内存和CPU的使用 得到优化 对吧 然后扩展呢 扩展是什么 扩展我们是用Redis来做的 我们之前在讲Session的时候 讲登录的时候说过 对吧 万一说我们的Session存出不了了 就是万一说我们的Session过大了 我们的Redis可以扩展出去 以及Redis可以扩展很多的机群 对吧 它不会对我们本身的 Nodex系统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说内存CPU的优化扩展 我们都有体现 对吧 再往下 日志记录 日志记录这个不用说 我们专门有一张 讲了日志记录 对吧 日志记录呢 我们以上那种 讲的稍微 从技术来说呢 讲的比较多 但是从使用来说 讲的比较少 这个呢 我们接下来再讲 框架的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这会儿 单独的抽出来 专门讲一下 它用常见的一些工具 怎么去 让我们更加方便 更加简洁的去生成日志 而不是说 像我们之前讲的 还得自己去写stream 自己去写 实现这个写录啊 等等这些 关注细节的东西 不再关注细节 当然 我们不再关注 不代表说 你不再关注 就是之前讲的东西 还是要学会的 日志记录 这个我们也有体现 再往下 安全 安全这个肯定是有体现的 我们这儿说的安全 不仅仅是包括 我们说的那个 XSS攻击 cycle注入这一些 还包括这个登录校验 对吧 我们说过 登录校验 当然这是登录的一块 以及我们在登录的时候 体现了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在删除博客的时候 我们加了一个条件 是坐着的条件 对吧 就是删除博客的时候 不仅判断ID 也判断坐着 是不是他自己 然后这样的话 就会保证什么呢 就会保证 我们在删除博客的时候 只能删除自己的 不能删除别人的 另外比如说 我们在进入这个 管理中心的时候呢 获取管理中心的列表的时候 我们只获取登录用户的 这些其实也是属于 安全的范畴之内的 不光是说 预防那些攻击 是范畴之内的 像这个登录校验 也是安全范畴之内的 好 再往下是我们讲到 这个集群和服务拆分 虽然说我们现在的课程 没有集群 没有服务拆分 但是我们的设计上 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了 对吧 设计上已经支持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 Node Server NodeDS的Web Server 是单独的一块 对吧 MySQL是单独的一块 然后Redis是单独的一块 对吧 Enix还可以参出单独的一块 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是 把服务给拆分了 另外呢 我们还没有讲到的 最后讲到的 这个服务器稳定性这块 讲上线的时候呢 上完线之后 其实我们NodeDS的Server 是在多个进程下运行的 就是多进程的 多进程这个东西 其实在本地看来 就是一台机器多进程 但是多进程 它和多机器多机房 其实是已经 差不多有一个集群的概念 所以说 我们这个系统 从设计上 至少来说 是已经具备了这种集群 和服务拆分的这种思想 而不是说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汇动在一块 用一个服务器实现 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有扩展性了 对吧 好 这块呢 我们会在最后讲 上线那块的时候 再重新去说 这块和这个服务器 每天性这块 一块重新去说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就是 算是有头有尾吧 虽然说 现在还没有课程的结尾 只是课程的一个 大约三分之二吧 算是前面部分 是有头有尾 就一开始 我们讲了很强调的 三维段和前端的区别是什么 那后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演示 然后学习读到JS 然后我们把这几个区别呢 真正的去落地了 真正的去体现出来 我觉得这也是最主要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不使用快项开发 就是我们之前做的工作 从零开始 关注底层API 这个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是在于什么呢 是在于一个学习目的 没问题 就是你报了个学习目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它很琐碎 很复杂 没有标准可疑 很容易将大码写乱 大家可能也 关注到这个问题了 特别是在写那个EBOO的时候 就写Promise的时候 感觉很烦人 对吧 你可能感觉 你这课程讲的 都不如我自己去看一看 那个Express和Core2的文档 来得直接 但是呢 我们是有一定的学习目的 所以说我们 不得不去把一些复杂的东西 给大家暴露出来 让大家去学明白 学透 这个呢 就适合学习 不适合应用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 Express和Core2的这个应用 就Express作为一账 Core2作为一账 这儿先同意一下 就是KOA 这个呢 我们读的Core Core2也行 Core2也行 所以说 我们接下来就抛开了这种 琐碎啊 复杂啊 以及看着很乱啊 以及关注底层啊 没有关注应用啊 这些方式 然后接下来去学一框架 你会发现啊 就是当你跟着我的脚步 一步一步把前面的东西学完之后 你再去学习Express和Core2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世界是这么清晰啊 一直以来 只是会用的东西 它的原理 我已经在之前的讲解中 都了解到了 不信就接下来去看一下啊 所以说我们前面的内容 虽然说很琐碎 很烦人